永远拥有爱的权利 永远拥有 我最不喜欢的就是 大家喜欢看见哪一对情侣分手了 哪对夫妻离婚了 就有说我又不相信爱情了 然后看到谁又结婚 说我又相信爱情了 怎么可以活得这么盲从 这么没有自己的想法 你的爱需要别人给你支持吗 提到娱乐圈里 曾经让人羡慕的模范夫妻 想一想当属文章和马亦丽了 当初文章和马亦丽的婚姻 并不被外界所看好 因为马亦丽在年龄上 比文章大八岁 说文章和马亦丽是真爱也好 说她是为了踩着马亦丽上位也罢 文章的演技和才华是不可否认的 甚至连马亦丽最初 都是被文章的才华所吸引住的 马亦丽在事业巅峰的时候 认识了文章 当时文章还是一个 没有名气的小演员 两个人因戏结缘 一时陷入爱情漩涡的马亦丽 抛开所有的偏见 和眼前这个比自己小八岁的小鲜肉结婚了 论演技 文章其实并不输给马亦丽 只是在这段关系中 她的能力总会被人忽略掉 正是这一点 婚后的马亦丽决定暂时离开大荧幕 让文章赚钱养家 形成女主内男主外的生活模式 众所周知 马亦丽是一个十分强势的人 无论是在事业中还是在生活中 马亦丽说你们俩都属于急脾气 如果在家里急起来 这个通常怎么去解决 认错 我急比较多 她是一个非常非常会认错的人 马亦丽习惯以强势的态度 去对待任何事情 包括文章 文章的工作事宜 马亦丽有一定的决定权 还会掺一脚 马亦丽不喜欢的剧本 文章即便喜欢也不会掺掩 生活中家里大小事物 孩子的教育 文章根本不用管 想插手还会挨骂 马亦丽对女儿的教育十分严格 每次文章都劝她 马亦丽不仅不听 还会管教文章 在家里吃穿住行 文章是没有话语圈 马亦丽一家独大 其实马亦丽这样做的目的 是让文章在外面好好演戏 做成一番成就 证明自己 却不知将文章越推越远 正是因为这种男强女弱的关系 让文章接受不了 所以才会让她投入温柔的 摇底的怀抱中 2013年文章在拍摄 《裸婚时代》时出轨摇底 当时怀着孕的马亦丽 用一句婚姻不易且行且珍惜 让文章出轨的舆论影响力 瞬间变得云淡风轻 然而就在许多人以为 马亦丽原谅了文章 两人会踏踏实实过日子的时候 马亦丽还是用一句 个身欢喜 结束了这段 留有裂痕的婚姻 离婚后的马亦丽 虽然人到中年 但她的资源一点也不差 近几年来 马亦丽一直频繁活跃 在各大剧组中 为大家贡献了 多部精彩的电视剧 马亦丽凭借 《我的前半生》 罗子军一角 成功回到大众视野 让大家见识到了 她的演技和爆发力 大家这才发现 原来马亦丽 也是有演技的 终身代演员 罗子军这个角色 也让马亦丽 拉到了最佳女主角的 影后奖杯 凭借电影《找到你》 中孙芳一角 一举斩获电影导影协会 年度女演员奖 几乎所有女性角色 马亦丽都能够轻松驾驭 可以说离了婚的马亦丽 在演员这条路上开了挂 反观文章 虽然文章的演技是不错的 但是她付出的机会等于零 因为娱乐圈 从来不缺有演技的演员 缺的是有演技 同时人品友好的演员 本来以为 他们经历了一场 失败的婚姻之后 会变得形同陌路 可是离婚后的马亦丽 却选择和文章当起了朋友 因为两个人之间 还有可爱的女儿 即使没有了爱情 他们之间也早就变成了亲人 有一次 马亦丽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对于这位曾经背叛过 自己的前夫的称呼 非常的不同寻常 她称呼文章为阿拉男人 这个称呼在上海话中的意思 就是我的男人 离婚了以后 一般对于前任的称呼 一般都是前夫 但在马亦丽 还是用阿拉男人来称呼文章 听到这个称呼 不少网友都直呼 两人还是复婚吧 看得出来 还是有很多人希望 他们可以好好的过下去的 但是面对外面铺天盖地的言论 马亦丽和文章 虽然没有做出回应 但他们的一举一动 却都是显示出了自己的态度 那就是不可能复合的 我大女儿的要求是妈妈 你一定要找个很帅的 我小女儿的要求是宠你的 大女儿的性格更像爸爸 小女儿的性格更像我 我二十多岁的时候 我会是为父母活着 三十岁的时候 我会觉得我为孩子活着 四十岁以后 我是为自己活着的 因为最终 你自己活得高兴 你的父母才会高兴 你的孩子才会高兴 你身边的人才会高兴 我一看 你身边的女儿